Hello 大家好 我是Smart Supplement的Patrick 今次我們又試 MyProtein 的味道 你見到我身邊是多了位朋友一起試 其實她是Jacky 我是Smart Supplement 的同事 我們今次試 MyProtein 的巧克力味 其實 MyProtein 它有很多的味道選擇 據知好像是六十多種嗎? 哦 多很多 因為我看上網也是有一些試飲片段 有介紹過好像有六十多種的味道 我們香港代理這邊也引入不了那麼多種味道 所以其實我們自己都會試的 也會看回我們香港顧客的 feedback 決定哪些味道會適合大家 其實今次我們試的巧克力味是兩種的 Chocolate Mint 薄荷朱古力 Chocolate Peanut Butter 朱古力花生醬味道 我們沒有試那個Chocolate Smooth 因為我們已經喝過了 Chocolate Smooth 的巧克力味道就是最大路 也可以說是比較普通一點 也可以是比較多人接受 但這兩種味道 Chocolate Mint 和Chocolate Peanut Butter 我們引入之前 都是在網上看到很多評分是不錯的 所以來到我們Smart Supplement 我們都自己試一下 可以告訴你 味道是否適合你的 那個味道 好了 首先問Jerky 你有沒有試過這兩種味道呢? 這個巧克力花生醬 就沒有試過 我之前有包 sample 就試過這個薄荷朱古力 即是你已經試過薄荷朱古力 對 現在我們這段影片 就是很假的 你會不會喝完之後 其實試過一次都忘了 味道是怎樣 因為我怕你試完之後 你就會說 原來很好喝 我們那個反應就不真實了 因為我們Youtube拍攝這麼多段試飲的影片 我是真的沒有試過那個味道 是真的拍那段影片的時候才試的 但現在你試第二次 當然就會再試得更清楚 這是一件好事 好了 在這裡補充一點 因為可能有些朋友 還未懂買Protein這個品牌 如果你看Youtube或者IG 都會追蹤很多健身網紅的 其實很多人都會推薦這個品牌 那為什麼這麼多人推薦呢? 第一就是說它是抵用 那因為它是網銷起家 去到近幾年 就是都世界各地就會開始有代理 在一些門市銷售 那香港就在我們Smart Supplement 那我們網站也都有 那門市也有銷售這個牌子的產品 那其實它就很抵用 和味道選擇很多 剛才提到就是說 就是味道選擇都可以幾十種 那產品甚至去到幾千種的產品 那所以總有一些適合你的補充品 那它最出名就是乳清蛋白的產品 那所以就是如果你選擇抵用的 質素不錯 和選擇多的 那買Podeon這個牌子就很適合你了 那我們開始試飲了 那應該試哪一款呢? 嗯... 先試了薄荷朱古力 因為它應該是比較淡味的 薄荷朱古力 比較淡味 是的 這個花生醬應該比較甜 濃味 好了 那我們請一下Jacky 就幫我們開封這包東西了 因為你看到就是 我們真的試飲是未試過的 即是未開過那包東西的 因為拍這段片 才開始是... 即是第一次試這個味道 那我們用200毫升的水 那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那個口味就會適中一點 那其實那個水量呢 就不影響吸收或者效果那些東西的 那水越多就越淡了 那其實MyProtein普遍的味道 都不算是很甜 那... 那... 所以我們先試是200毫升的水 那... 就先加水 再加粉 那... 那... 它每次就有一瓶 如果官方的建議 那... 那現在我們先試這個薄荷朱古力 chocolate mint 這個味道 都比較容易用 哈哈哈哈 哈哈 你還沒吸緊那個 你還沒吸緊那個 OK 都比較容易用 它那個粉 我們倒出來 倒出來 首先這個杯 這個杯又要我喝了 那你倒出來看看是否真的 沖得很均勻 你倒出來 你知道嗎 有的 那... 看到其實它倒出來的時候 都很Smooth 不會說很難沖 那我們就... 你先試吧 Chocolate mint 這個 我聞到那些... 聞到薄荷的味道 它有點像... 可能超市那個薄荷朱古力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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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青色... 青色的... OK... 那種叫什麼 就是... 像是真的薄荷朱古力的味道 我覺得都很像的 因為如果你有吃過薄荷朱古力呢 它是像是這個味道 嗯 那我覺得都很自然的 因為我... 其實呢 這些味道呢 很多時候我就會怕 它是不是真的整顆薄荷朱古力 融在水的味道 那你覺得是OK嗎 我覺得好喝啊 好喝啊 我覺得這個甜度是適中的 因為... 本來我也不太喜歡甜 那... 而且它的薄荷不算是很強 因為... 不是每個人喜歡薄荷味 那... 如果是... 這個薄荷味呢 它不算是很... 很...很強 那... OK吧 那我們可以評分 那... 我們評分呢 就會用這些牌的 那你可以選擇呢 那... 因為... 不是只用YES、NO的 你可以選擇多少個YES 那... 多少個為之滿分 哈哈... 沒有的 沒有盡頭的 沒有盡頭的 就是你覺得100個 但我手上的牌 不是真的很多個 OK 那你可以選擇 那我就... 如果5分的話 對... 即是5分滿分 即是5分滿分 5分就給... 4個 我也是4個 我也是給4個 因為其實是... 我覺得是蠻好喝的 那... OK吧 那... 是因為... 剛才所說的 MyProtein有很多味道選擇 那... 其實呢... 我們都試不了那麼多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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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看它有什麼缺點 因為可能有些味道是 沖得很均勻 有些味道可能很好喝 但沖不均勻 可能有些粉是這樣 不一定全部是yes 可以有些no 我們先試chocolate peanut butter 很大 有些很 花生的味道 你放在鏡頭上看看粉是怎樣 但你有沒有看到花生呢 它有沒有那些碎 那些花生粒 我這樣看的粉 其實跟普通巧克力味的粉差不多 但聞下去 它是有幾明顯的花生醬味 嗯 那同樣地 我們都放了200毫升水 所以就比較到不同味道的甜度 好 我覺得倒出來的時候好像是稠一點 它好像是稠一點 是不是好像比我們剛才試的巧克力麵 是稠一點 它沒有剛才的薄荷朱古力沖得那麼均勻 就是掛杯 掛杯 掛杯 好了 我們試試這個巧克力 披乳 嗯 哈哈 很淡味 哈哈哈哈 我以為它比較甜 很淡味 會不會其實剛才我們試的巧克力麵 其實反而是相對甜一點 對 它相對反而是甜一點 這個薄荷朱古力 所以現在試這個 是很淡味的 因為你知道其實 如果我們吃了一些很甜的東西 你再試一些甜的東西 其實那個味覺 沒有那麼強烈 沒有我想像中那種花生醬的味道 我就是喝到花生醬的味道 OK 我覺得聞下去是有花生醬的味道 但是喝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剛才試了巧克力麵 是好像不太能喝到花生醬的味道 哈哈 我們下次可能另一段影片是 只是試這個 嗯 但是OK的 其實我想我們香港故意 很多時候都是怕太甜 太甜 這個就真的不是很甜 所以我覺得是不錯的 只是喝下去 我會這樣表達 只是喝下去 好像沒有剛才巧克力麵 那麼有特色 因為剛才巧克力麵 一喝下去你覺得 真的不同 你試過很多的健身奶粉 但是這個巧克力薄荷朱 花生醬味 好像不是說 相對沒有那麼有特色 但是 我覺得它那個味道 好 我們又評分了 這個 因為我們的評分可能不太客觀 因為始終先試了一個味道 我覺得 你有多少張 你會 我五張 五張 我就覺得 我就會給 好 又一樣 哈哈 我還是給三個yes 一個no 因為 其實它首先 不難喝 嗯 我覺得OK的 就淡淡的 有些花生 還有巧克力的味道 即是不奇怪 不難喝 只是不是很有特色 所以有一個no 嗯 即是不很有特色 即是如果我試賣 都喜歡試它 很多不同特色的味道 對 很新穎的那些味道 對 即是你不會喝到悶 但我覺得這個特色 是差一點點 這個no 其實就是 給它 因為就好像沖得不太用 對 即是我的no 就是因為覺得 好像不太有特色 如果剛才比較薄草莓 那它的no 就是 你看它 在杯子也看到 剛才杯子沒有那麼多 即是沒有那麼多 不清澈的地方 是 這個是相對沒有沖得不穩 嗯 那我們今次試飲 就試到這裡 剛才試了兩種味道 都在我們 香港Smart Supplement 網站和滿市有得買的 那如果大家聽了之後 覺得不錯的 那就可以來試一下 如果覺得是 不行的 那就可以選擇其他味道 哈哈哈哈 那都有很多種味道的 我們都好像有賣十幾種 是啊 還有我們都有一些味道 是獨家代理的版本 因為它 有一些味道 就是他們官網沒有得賣的 那只有在當地 即是 譬如香港啊 或者其他銷售點 的地方才有得賣的 是的 都可以在網站看回 那還有都提提大家 就是說我們網站呢 依然維持香港地區 是運費全面的 那就算你買一包 可能它那些曲奇啊 Proream Bar 那都是免運費 多謝大家收看 那就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 香港人的健身頻道 那還有會繼續推薦 多些優質的健身補充品 給大家的